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谁最喜欢商鞅吗? 秦孝公 因为商鞅变法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 渔民和弱土 让秦孝公能够一边喝着茶 一边掏羊毛 以实现他的皇族法业 所以商鞅的名声现在越来越差 因为大家发现 我们如果穿越过去 只能是立山脚下腹中累累的虎夫 战场之上拼命促杀的士兵 穷乡僻让等待儿子归来的母亲 独一栏杆 遥望丈夫的妻子 邻居犯法 自己却要遭受无辜牵连的百姓 幸好现在不是秦朝呢